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话题 这个就是我身在美国 但是我对美国的很多的看法 我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因为30年来美国的政治变化 从来没有像过去三年这么剧烈 这么对抗 这么分裂 到现在为止 虽然11月份的大学 已经不是那么长时间了 但是人们的焦虑感越来越强 而不是越来越弱 那么支持川普总统的人 朋友我们不少 尤其是在明镜节目里面 支持川普的人 嘉宾里面好像占了压倒性读素 我是说一个模糊派 我觉得两边的意见我再听一听 少数的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那么两边的人看法完全相反 支持川普的说 没有问题 肯定当选 因为民调是假的 媒体现在也是假报道 那么真正的民意 像川普总统所讲的 这个失业份 才会表现他们的力量出来 但是反对川普总统的人说 现在班农什么都不要做 媒体采访 可以去考这个川普总统 我这个班农不要接受采访 不需要 我也最好不要有辩论 也不要有了这个党的提名大会 就在网上搞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反川普的力量 已经够强大了 那么川普总统口头 虽然讲了 民意是假民意 民调是假民调 但实际上他的焦虑 好像还是显示出来了 像早几天他讲出来说 要退出选举 但是他讲退出选举 只是随便这样 提过建议而已 马上就遭到党来的反对 他不是民主党 主要是共和党反对他 所以他一天之后就收回来了 收回来以后不像香港 不像你们的香港 很淫逆 要退出就退出了 也是没有什么讨论的 所以我们今天 还是要来请教您谈一下 就是说川普的焦虑 有没有道理 经历的大学 对于川普来讲 有没有威胁 肯定是有焦虑的 说到底这都是七十多岁的人 而且你想想精神压力这么大 所以川普我觉得他真是一条钢铁的孩子 能够顶得起现在这种排山倒海的压力 这个谩骂仇恨 甚至是红误解 尤其是这个病毒 我们明明都知道 并不是从美国这里来的 这个是飞来横火 把这个辛辛苦苦两年经营的股票 弄上去 这个失业率 创新低 把它几乎全部泡汤 现在只能够看美国大多数的选民 有没有起码的理性跟常识 第一你对这两个选不是选好的那个 是选没有那么差的那个 美国人我想两百多年应该有这么一点的理性 他不是其他的这种英语世界或者西方以外的 这种凭着情绪这种毫无逻辑 这种文化 酝酿出来的其他的这种民族 美国人有两百多年的理性精神 而且现在 有62%的名义 拒绝回答这种 这个抽样调查 他不说 62个percent的人 二句话 一话不说 这个而且我们要看 老实说 哎呀现在看到什么黑人什么暴动啊 什么这个BLM啊 这些这些都发生在东岸根西啊 加州加这个纽约 波斯坟那当中那一块 现在我们看不到很大的这个 反川普啊 反社会这种性 而且因为这种极左分子的暴力 而且会让这个62%沉默的人心中有数 比方讲这个明尼苏达州 这个黑人被白人弄死 这个跟川普有个毛 有个毛关系呢 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明尼苏达州是哪一个党的啊 不就是民主党啊 州政府的警察跟白宫啊 有什么直属的关系呢 没有啊 再说这个病毒啊 是从哪来的啊 一月底到二月份啊 美国跟中国的飞机还一直通了 经香港啊 还密集的啊 进出口啊 这个人啊 除非现在美国的选民绝大部分是失忆 失忆啊 或者是这个也难说 因为如果说这一代的人看手机电话上网啊 变成脑残啊 美国应该也有一大批 现在就怕就怕 这些年轻人当中这个脑残激进分子啊 会踊跃出来投票啊 而比年纪大的会在病毒当中 这种选民啊人数会减少 怕就怕这个 但是我想这个62%的人 我对美国人啊 这个理性跟常识啊 这个分辨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但是到现在到11月初还有整整三个月 我认为如果现在举行投票今天呢 应该还是特朗普的胜利 这个几率高达七成 因为那个更糟 那个连话都说不出来 而且那个特别喜欢这种未成年的小女孩 据说毛手毛脚 哈哈哈 在最后面两个半一八两 这些女权分子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个太不公平 是吧 你想想如果是川普啊 上镜的时候这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 这个手在这个两边就摸摸摸 你看摸十秒钟啊 不翻天了 这个是拜登 拜登那些知识分子精英传绵 不说了 就彭这一点就该投川普的票 其他少啰嗦 是不是 如果川普总统跟女孩子的故事 媒体揭露不少啊 半端的故事 女孩子的故事也揭露了不少 这人家川普是成年呢 对不对 你行我愿他没强奸呢 是不是啊 你拜登的那些镜头啊 就是照的都是十二三十二岁十三岁 七八岁的也有啊 这可怕的这个地方 总该给个说法是不是啊 这个手啊就摸这个头发 摸了头发就摸耳朵尖 然后呢那只手就扫另外一个这个背 对不对 开玩笑吧是不是 所以这个美国总是民主政治啊 你说有一处不好不好就在这个地方 而你选出两个人都有各有毛病 你只能够投没毛病 没那么严重的那一个 今年这个绝对就是川普 哎呀我反正是惊心动魄啊 好像美国最近三十年成了没有一次选举 啊比今年这一次的选举这么剧烈啊 比2016年2017年急的多了 比2016年那个时候急的太多了啊 因为现在有病毒 这个病毒并不是什么新冠状 而是叫新是新叫新左派啊 政治正确 那种无神论啊 那种的极端的这种社会主义啊 极端的所谓的啊平权 这帮人现在未集成一股的病毒啊 我想在美国煮的酒如果喜欢看报纸看书的 都知道是我指的是什么 英国也有啊 这帮人也很讨厌 或者这白左啊 这个白左啊 就像指的以前什么 啊在中国早年也有一批啊 路易爱黎啊 什么李敦白啊 马海德啊 这些啊 当然啊他们这些呢 还算是五十年前的 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的 比起今天这批 今天这批更讨厌啊 毫无是非观念 而且思考逻辑高度的混乱啊 再加上呢啊 就他们这个在学院里头 这十年这个教育出问题 不叫古典文学 不叫经典 不学希腊文 不学拉丁文啊 就学这个乱七八糟的 什么第三世界啊 什么这些那个 啊 这四个字 恶子夺朱 恶子夺朱 哈哈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这个呢是很讨厌的 啊 好 我们今天 最后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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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